英国人气天团一世代的前成员莲恩·佩恩 传出在阿根廷首都的一间饭店 不幸坠楼身亡享年31岁 消息传出之后 是令全世界的粉丝们都相当形同 英国天团一世代前成员莲恩·佩恩 在阿根廷首都一家饭店坠楼身亡 享年31岁 根据CNN报导 警方表示 莲恩·佩恩从饭店三楼阳台坠楼 而TNZ指出 莲恩·佩恩和女友于9月30日抵达阿根廷 女友10月14日离开了阿根廷 而她本人持续留在当地 并入住事发饭店 昨日有人从饭店打911通报 称有男子行为激动以此喝醉 目击者表示 事发当天 莲恩·佩恩摔坏了自己的笔记型电脑 还需要别人带她回房间 而莲恩·佩恩的遗体 在酒店内的庭院被发现 当场已经宣告死亡 根据现场判断 莲恩·佩恩坠落高度约13至14公尺 当时伤势非常严重 且无法存活 英国天团一世代创造多首经典作品 魅力席卷全球 莲恩·佩恩今年也有发行专辑 如今传出身亡消息 令大批粉丝心碎 莲恩·佩恩坠落身亡的消息震惊全球 也让不少她的粉丝感到相当的哀痛 涌入到她的社群平台上面留言悼念 而众多莲恩·佩恩生前合作过的一些名人 还有音乐界的好友也纷纷留言悼念说 无法丧心这是真的 希望她一路好走 莲恩·佩恩出栏的事实震惊了众多圈内有人 CP查理2017年曾与她合作歌曲 CP查理在现实动态哀悼 莲恩总是对我非常友善 她是我首次合作过的首批大牌艺人之一 我无法相信她已经离开了 同时上传一段两个人合作的影片 并写下我现在非常难过 愿她安息 而音乐制作人Z也透过X发声 安息吧莲恩 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令人心碎 名人Paris Hilton也发文 向她的家人以及亲人表达爱与慰问 安息吧我的朋友 饶舌歌手Juicy J也难言震惊 说到天哪 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为她的家人祈祷 众多莲恩·佩恩生前合作过的名人 音乐界好友纷纷留言悼念 接着转换焦点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法国求新姆巴佩 她日前被爆出在法国对上以色列的比赛当晚 在瑞典的一家夜店狂欢 而最近有报导指出 姆巴佩因为涉嫌性侵 遭到瑞典警方调查 对此姆巴佩是反驳说这是假心魂 不过瑞典警方证实目前正在调查一起 性侵案不过没有提到嫌犯的名字 根据外媒报导指出 报导警说警方接触一起疑似强暴案 但没有透露是谁涉案 但是瑞典快报则说 25岁的姆巴佩是嫌疑人 报导写着根据快报取得的消息 警方正在调查 这位被合理怀疑犯下强暴以及性侵的球星 对此姆巴佩本人在社群发文指出 晚报的报导跟她在法国联赛委员会 举行的听证会有关 姆巴佩看她先前效力的巴黎圣洁曼 之间存有薪资纠纷 姆巴佩说巴黎圣洁曼欠她5500万欧元 姆巴佩在社群媒体上写着 这是假新闻 听证会前夕出现这件事情 不难想象 弄得好像是凑巧出现 而瑞典检察总署发表声明指出 针对有关这起疑似性侵案的报导 检方可以证实 警方已经收到犯罪报告 还说这起疑似性侵案 是发生在10月10号的某一家旅馆内 但没有提到嫌犯的名字 便说目前无可奉告进一步的消息 接着把交点拉回国内 但您看到的是艺人大S 以及王小飞离婚之后是闹上了法院 而如今大S他和韩国艺人最近也再婚 指控王小飞没有履行离婚协议书上面 积欠1200多万元的费用没有付清 申请查封王小飞的资产获准 但是王小飞至今都没有还清 于是台北地院即将在今天下午的三点 将会拍卖王小飞和大S昔日的 奥斯顿马丁的爱车 这辆车新车价为1680万元 目前还有超过500万元的价值 今天下午两点半将会先在台北地院的门口公开展示 随后在三点开始拍卖 大S指控王小飞在他和韩团库隆成员 聚聚业再婚之后 就违反了离婚协议 不再支付他生活的相关费用 大S因此查封王小飞在台经营的S Hotel 以及存款等等的资产 双方闹上法院至今都还没有解决 王小飞仍积欠大S超过500万元 而大S申请拍卖登记在王小飞名下 两人昔日的爱车护准 今天将会公开拍卖 好 接着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已故导演齐柏林的儿子齐延桓 日前受邀到苗栗演讲 不过却收到承办人员错评传来的消息 上面写着靠老爸鱼饮就能吃一辈子 就是酸他再靠爸 让他是气得当场离开 而事后苗栗县长周东景 是亲自道歉 承办人员也请辞货准 不过现在有一名在台下的听众 还原了当时的现场状况 他说承办人员是一路追到电梯道歉 但还是被齐延桓以五字金来标骂 对此齐延桓有作出回应 齐柏林之子齐延桓演讲中收到靠爸简讯 立刻拿起包包 头也不回的走人 失言的承办人紧追狂道歉 齐延桓仍不愿立会 台下听众更报 齐延桓还用五字金问候 承办人家中长辈 当下确实也可能是我修养还不够好 那个情绪就波动比较大 今日齐延桓到苗栗图书馆演讲 却遭承办人简讯收入 靠老爸的余印就能持一辈子 他直接气氛离开 但昨日有听众还原现场 表示承办人当场向齐延桓道歉 齐却在电梯前大声用台语五字金 问候承办人家里长辈 现场就留下他们这些傻眼被放鸽子的观众 根据3D新闻网报导 齐延桓表示承办人当时伸手拉住他 他觉得不舒服才会回敲 情绪上来有没有骂五字金 他也不记得了 昨日傍晚齐延桓也发文表示 他知道有人指责他 为什么不讲完再走 听众很无辜 承办人员都道歉了 还想要怎样 但齐延桓说他没有那么宽厚大度 也对现场的听众感到抱歉 他更无意引起这场风波 不希望相关人员因此被惩处 齐延桓他是台大毕业 也有当过老师 还有当过B&W的业务 这有名呢 齐延桓的前同事出来透露说 觉得齐延桓他很有才 说他靠爸真的是太抬举了 今年30岁的齐延桓毕业于台大中文系 在齐柏林过世前曾经担任台北私立东山中学的国文老师 为了庆祝 教征通过 当时他瞒着爸爸花了10万元的积蓄 买了一辆老兵式W124 不止如此 他还曾经在B&W担任汽车销售业务一年多 直到爸爸过世因为不舍爸爸留下来的东西 拔人问津 才会接下基金会的工作 网友也称赞齐延桓他很有才 一个业务小白做几个业的业绩 比我干10年的资历都还要好 害我对自己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 但是做不到一年就被基金会的长辈叫回去帮忙 即使不情愿也只能离职 至于说他靠爸真的是太抬举了 天文一出 网友纷纷留言说业务是靠天分的 读书也是 哈伦说车板一堆幽闻 本身有料不用靠